回想前一阵子任天堂直面会上 看见魔物猎人崛起破晓的狙击预告画面后 那时候真的是感性兴奋理性观望 加上当天于卡普空的官方频道 也释出了TGS东京电玩展上 即将要释出的魔物猎人消息预告后 说真的心里还是很期待 另一方面也很害怕 当然当天看完整部卡普空TGS的内容后 只能说好险有打心理预防针 重点内容相当的少真的很可惜 好啦虽说只有一点东西 但还是值得可以来巴一巴这次TGS的内容 并且在最后会说一下 关于这次看展的想法和心得 也是这部影片中比较核心的部分 总之哦对了忘了说 哈喽大家好我是沙皮欢迎来到UGS频道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这次卡普空TGS发表会主要的节目 是针对魔物猎人崛起 新大型更新内容破晓 以及魔物猎人物与2的DLC做介绍 相对内容没有很多 大概就是新的歌曲 旧魔物回归 崛起PC版的画面释出 以及呃人事异动 嘿嘿 老实说音乐的部分感觉不赖 毕竟崛起的音乐真的很棒 其中最后一首风神龙的remix版本 更是让人相当惊艳 超赞 Zither Harp 其實當下就有在想官方不如直接把這首放到戰鬥當中 另外出一個下載任務也是不錯的 沒想到還真的有 當然以下這部分也是出自於目前的拆包內容 也是往後10月份會有的一些小更新 現在玩家手腳真快啊 像是剛剛那首風神龍的remix版本 將會用在風神在零這項下載任務中 主要決戰場貌似就是在龍宮要塞區域 啊終於可以和他單挑不用再打百龍了 再來有了風神雷神在零當然也有 地圖也是同樣 我個人是蠻期待這兩項任務 如果沒意外或許會是較高難度的版本 想到可以挑戰就覺得不錯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 這些任務都沒有獎勵內容 簡單來說沒貼圖沒動作 也沒有新裝備可以製作 嗯 像是這幾天的新下載任務 床頭草床尾河 也就是打首領火龍和雌火那個任務 也是同樣就單純給玩家挑戰而已 最後就是大小暴君雙角龍任務 主要會有一隻大金和一隻小金的角龍給玩家體驗 嗯以上就是10月份會更新的一些小任務內容 但寵決的沒什麼獎勵就是怪怪的 呃不過音樂真的不錯啦 嗯 接著就是這次破曉中的一些內容 首先過去的舊魔物戀蟹也就是將軍蟹要回歸啦 屬於經典的甲殼種魔物 若是第一次打的話或許會有點難搞 不過習慣後就沒什麼問題啦 那基本上這就是這次TGS中比較 呃小重量的訊息吧 不過雖然只有這隻但相對也可以推測出 或許甲殼種的鈍蟹也會跟著回歸也說不定 當然也期盼甲蟲種的魔物也可以一併回歸 好比中甲蟲、側甲蟲等等 畢竟這樣能打的魔物就更多啦 另一方面還是希望有新的魔物出現 這樣除了有懷舊的部分同時新鮮感也不少 喔對了說到新魔物 的確這次有一隻新的古龍魔物 相信大家也都早就已經知道了 只是這次TGS上是另外再公布出他的名稱 絕英龍 嗯有點意思 但看得出來就是吸血鬼的設定了 最後就是官方也針對這次的大型跟新包 釋出了一些背景設定 好比新原野地圖 每到晚上月亮就都會變紅 這點或許和絕英龍有關 但也可能沒有關係 另一方面月亮會有變化 是否也在暗示最終BOSS的存在 好比 嗯? 嘿嘿沒啦我瞎猜的 另外同樣和當初世界冰原相同 會離開神我村到達一個新的據點 以上 嗯沒了 哎呀 接著來說一下PC Steam平台的部分吧 崛起本傳的Steam版本 將會在10月14日推出demo版本 明年2022年1月13日再推出正式版 支援4K高清 高幀率 高清材質 可支援滑鼠鍵盤 遊戲內建語音系統 以及支援超寬屏螢幕等等 基本上畫面會變得比較舒服一些就是了 至於內容方面 依照預告片的走向 或許就是直接將目前NS有的東西都直接上了 當然如果跟當初一樣一個一個上的話 真的會很不好說啊 另一方面這樣想一下 如果假設PC的內容真的是一次上 那當初NS這樣的對策到底是為了延長壽命 又或是真的沒做完呢 真耐人尋味啊 最後還有一點也是值得留意 也是上次任天堂直面會上那部影片中有提到的 就是關於破曉的資料包正式發售日期 像是這句 Steam版本將會於下季推出 沒意外這次大型更新包 NS平台和PC平台應該是會同時推出也說不定 所以關於這點各位也可以留意一下 總之這次TGS發布會剩下的基本上就沒什麼了 好比崛起本傳的製作心路歷程訪談啊 呃然後人事異動 呃總監換人 依賴換成了靈木加綱 不過趴了一下資料 這位好像有參與過4G的製作 所以可能值得觀望看看 但話說回來 老實講我個人真的覺得在東京電玩展上 釋出這些內容很奇怪 奇怪的部分不是指前面那些 而是對於後面這些部分 像是本傳的內容製作訪談 佔了很多時間 看久了會讓人總覺得 怎麼好像 呃 回到當初崛起剛要出的節奏 接著是宣布總監替換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蠻有意思的 在東京電玩展上宣布總監替換 有趣有趣 另一方面 除了這些東西外 新的內容資訊量卻相對的少 此時若再看像當時任天堂直面會當天 卡普空頻道的宣傳預告 絕對會讓人有些錯愕 更不用說沒事先有心理建設的人了 直接爆炸 呵呵 當然原本我自己也是有先做好心理準備啦 但到了最後還是有點 嗯 大概不小心被那天的畫面 還有那個預告內容給衝到了吧 嘿嘿 總之這次的內容讓人相當震驚 真的非常神奇 哎呀 只能等看看 10月份還會不會有新消息吧 目前聽說可能有 但也不一定 各位就放在心裡 小小留意一下吧 至於物語2的部分 也只是預告 黑野網會在10月7號登場 黑龍高難度共鬥任務則會在10月21 10月28則是金銀火龍 至於傳說中的新DLC部分 則沒有看到什麼影子 同樣也是等看看10月份吧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卡普空TGS的內容 幫各位快速整理一下這次的重點資訊 嘛其實也沒什麼好整理的就是了 只是想發個影片抱怨一下 因為這次的持續內容真的很 嗯 總之怨居己可以平安無事 Peace